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 我们要如何在这个弯曲被拗的事态中不但不效法这个世界 不被这个世界所影响 反而能够忠心地为耶稣做见证 祷告祈求奉了耶稣的名 今天我们上第四课 反对身中的敬忠 这什么意思呢 前面两课 伟利利兄带我们看到说 我们要谁愿为主做见证 我们之前已经说是被主耶稣所呼召 而且愿意回应这样呼召的人 对于这样呼召的人 圣灵就加力量给他们 而且一定需要圣灵 因为耶稣吩咐门徒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 纳从上头架下的力量 这样才能够在耶路撒冷 犹太决定 撒马利亚 直到地级做主的见证 上一个我们讲到圣灵加在我们力量上面 怎么样帮助我们做见证呢 第一个是让我们可以看见并且去关怀到有需要的人 让我们能够注意到这样的人 好像彼得跟约翰定睛看着生来学对的 说你看我们 然后就奉耶稣的名 第二次奉耶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 第三个他彼得还把他拉起来 拉着他把他抱起来 然后他起来以后他就得到了医治 见证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 所以看到圣灵加力量让我们可以看见人需要 比如奉耶稣的名 在他需要上面来让耶稣的全能来医治他 并且能够去持续的去接触跟辅助他 最后能够他走着跳着进入圣殿 进入神的家 看起来这应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图画 但今天话风稍微有点改变 就是即便我们有圣灵 即便我们因为回应神的呼召 即便我们也真的凭着奉耶稣的名 大胆的去为耶稣做见证 但不代表我们会一帆风顺 今天我们就要看到 即便有圣灵跟奉耶稣的名 我们还是会遇到反对 我们还是会遇到逼迫 这个是今天我们的主题 在反对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比较长是几乎整个第四章 那我们也分段的来念 使出对百姓说话的时候 祭司们和守殿官 并杀出该人忽然来了 因为他们教训百姓 本着耶稣传说使人复活就很烦 于是下手拿住他们 因为天已经晚了 均把他们压到第二天 但听到这人有许多信的 南京树木月道五千 好 下一段五道八节 那时彼得为圣灵对他们说 好 第三段九到十二节 好 还没念完 十二节 那一段十三到十七 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 又看出他们原始没有学问的小民 就稀奇证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又看见那吃好了的人和他们一起 一同站着 就无话可泊 于是吩咐他们从工会出去 就彼此商议说 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 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 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 我们也不能说没有 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 我们必须恐吓他们 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 十一八到十 如是叫了他们来 敬集他们 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 彼得约翰说 听从你们不听从神 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确量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 众教会相互书 把他们 所以当把他们释放了 但是众人为所行的情形 都会不及神 现在见着神心靠着无二人有 不对 二人即使释放 到贵友那里去把自己想得很小 这个话都告诉 他们听在了 就同心能力的老主向神说 我也是照天 和其中万物的 因为这个人们 托你们 托你夫人 我们 到胃口 外邦为什么争冒 万民 万民为什么 谋断群王的事 好 最后已经26到31节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承载也聚集 要抵挡主 并主的设高者 西律和本丢比拉多 外邦人和以色列民 果然在这城里聚集 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 成就你手和你旨意 所预定必有的事 他们恐吓我们 现在求主见察 一面叫你仆人 大放胆量 讲你的道 一面伸出你的手 来医治疾病 并且使神迹奇事 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 行出来 祷告完了 聚会的地方震动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论神的道 好 谢谢 我们今天刚刚念这段经文 看到的就是 主要看到 他们刚行的神迹 本来应该是很高兴的事情 但是却遇到了 逼迫跟威胁 那这个到底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 今天的这个段经文 我们可以至少学到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要为耶稣做见证的话 那你最好开始现在就预备 会遇到反对 会遇到甚至因为信仰 为耶稣做见证而受到逼迫 但是你不用担心 这个反对跟逼迫 对我们是好事来的 并不是坏事 因为第一个 它可以增加我们为耶稣做见证的勇气 第二次就是在反对当中 我们不但不要退却 不要害怕 不要灰心 反而要注意 有没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为耶稣做见证 因为这个反对 其实是给我们有机会去 倚靠圣灵的大能 继续为他做见证 今天我们可以点到 从彼得的例子中来看学到 最后一个就是 虽然讲得好像 反对给我们带来勇气 给我们带来机会 但是面对反对是需要付代价的 绝对不要忽略这个 是忠心为耶稣做见证 是有代价要付的 有时候这个代价还蛮高的 但这个代价绝对是值得的 所以我们会从这个这段机会看到 怎么样为耶稣做见证 为什么是值得的 第一个我们现在看 预备为信仰迎接反对 首先我们看到 我们要注意 这段机会有两个重点 就是他们还在跟百姓 看了神机后 比大家前面讲一篇道 然后那天就有五千人信主 对不对 是很好的事情 可是就在这么好的时候 就有三种人 祭司们 守殿官 跟杀都该人 他们都突然来了 他们来了以后 第一个就是觉得 因为他们教训百姓 本着耶稣基督传说死人复活 这个死人当然是指的耶稣了 就很烦恼 那我们等一下会来看 这三种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为什么他们会对百姓很烦恼 然后他们翻到那个地步 就是下手马上拿住他们 代表他也是有公权力的 这三种人有公权力的 就抓住他们 而且因为天已经晚了 就把他压到第二天 为什么晚了就压到第二天呢 因为他们当时的规定是 日落的时候这一天要结束 如果在审判的话 也得结束 所以他们想要有更多充裕的时间 来定这两个人的罪 所以就觉得第二天再生 当然也代表晚上 他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他们可以这样 去收买人来做假见证 好像当初他们对耶稣 做的那个事情一样 他们可以创贡 他们可以编排很多事情 但是anyway 他们就压到第二天了 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的 而作为耶稣做见证 为什么他们就落到这个下场去 被关呢 被抓起来还关起来 而且很想来就是 接下来这些当权者 他们要陷害他们 还要控告他们 要给他们定罪 难道耶稣不能够保守他们吗 为什么耶稣让他的见证人 落到变成阶下穷 这可能是一开始 我们特别是刚开始为耶稣做见证 带着满腔热血 就遇到反对的时候 就觉得被浇一盆冷水的时候 大概就会脑袋第一个会浮出的问题 那我们就来看 其实这不是一件令我们吃惊的事情 是因为耶稣早就说了 约翰福音15章20节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他们若逼迫了我 也要逼迫你们 若遵守了我的话 也要遵守你们的话 这就是耶稣在升天之前 对他门徒所说的 这算是整个临别讲论当中的一段 从13章一直到17章 约翰福音都是临别讲论 所以耶稣在被迈的前一个晚上 跟门徒讲 其中有讲这句话 说你们不要忘记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谁是仆人 谁是主人 在这话里面 门徒是仆人 那耶稣是主人 那他们如果逼迫了我 就是如果这些人逼迫了耶稣 那他也要逼迫你们 然后那天晚上开始 他们就开始逼迫耶稣 给他定罪 隔天送到比亚多那边 病了死罪 然后就去钉十字架 所以他们也会这样来逼迫你 所以耶稣早就已经预先告诉他的门徒们 说你们一点也不要稀奇 因为他们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 如果你要愿意为耶稣做见证 被逼迫或面对反对是一定会发生的 不要太吃惊 第二个我们来看到 以赛亚书43章第二节 那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说 虽然我们会遇到逼迫 好像江河的漫过 从水里来火里去那样 很可怕 但是不要害怕 因为上帝必与我们同在 神给我们个保证 神与我们同在 然后这个水跟这个火 并不能够来毁灭我们 因为耶稣是我们的神 是我们的拯救者 那等一下我们就继续来看到 门徒们遇到逼迫的时候 他们怎么样被上帝来保守跟拯救 这在整个使徒行政里面 不止今天下礼拜 接下来的都很清楚 我们会看到这段经文 所以第二是我们要预期会有被逼迫 如果你愿意忠心为耶稣做见证 你会被逼迫 但是也不要太害怕 是因为耶稣既然已经预认知道 我们会被逼迫 那他自然也会来在这逼迫当中来保守我们 他并不是保守我们不受逼迫 而是在逼迫当中 是在水中在火中与我们同在 他记住这神最大的保证 他与我们同在 耶稣在最后的升天 跟对门徒所说的也是一样 你们奉我的名 去给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我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之后 是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包括在逼迫的时候 神与我们同在 耶稣与我们同在 这是我们需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放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的 第二个我们要来看 这三种人到底为什么 因为这些使徒们 本着耶稣教训百姓死人复活 就很烦恼 首先祭司他们是 他们是当初神问耶稣 陷害耶稣 杀害耶稣的推手 可以这样讲推手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首先 他们认为耶稣 跟他们神学的传统 讲的都不一样 然后还有犯安息日 然后他做了很多的事情 都是威胁到他们的领导地位 所以他们觉得 耶稣会为他们带来 属灵的危机 这是第一种人 祭司 第二种人讲的是守殿官 守殿官通常是 祭司领袖家里的人 他们的位置仅次于大祭司 守殿官他的人生的前途 他的career 最好的就是能够成为大祭司 所以他们是不会再 容许有任何人在 当时他们这个圈里面 做任何伤害自己前途的事情 他们认为耶稣 会对他们的前途造成损害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是 罗马政府的殖民下的政府 那么如果耶稣 即跟随耶稣的人 来让罗马政府觉得 会造成动乱 他们就会派兵来镇压 那他们可能就收回一些的权利 那么大祭司就没有 像现在有这么好的权利 这么好的政治环境了 所以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利益 所以这个是看到 刚才是宗教上面的 属灵危机 这个是政治利益的问题 最后一个杀杜盖人 杀杜盖人是当时 犹太教里面的一个支派 他们都是祭司的家族 所以这三种 其实都是祭司那一大派的 他们算是当时的一个 宗教上的贵族 宗教上的贵族 也是他们以色列 统治阶层的精英分子 而且他们通常很富有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地位跟财富 都仰赖着罗马皇帝 跟官府的 他们跟政府的关系很好 所以他们也一样 不容许耶稣跟信耶稣的人 影响到他们 跟罗马政府的关系 那也就影响到 他们的地位跟财富了 所以这三种人 因着彼得约翰 本着耶稣教导说 耶稣复活了 那就会在这个百姓当中说 哇 耶稣复活了 那是不是又会问一个问题 像百门徒问的问题 在耶稣升天前的问题说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的国 就在这个时候吗 是不是我们要起来 揭竿起义 革命 来推翻罗马政府 建立荣耀的 以色列的王国的时候 能得到呢 那对当时的百姓 这是他们的盼望 可是对于祭司 手电官跟撒脱盖人 这些既得利益者 对他们说是一个威胁 所以他们要 在火苗一开头的时候 就把他掐灭 所以他们很烦恼 他们就下手开始 逼迫门徒 好像当初他们逼迫 耶稣一样 就应验了耶稣说 他们逼迫了我 也要逼迫你们 好 我们要来思想 这边稍微停一下 思想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说 今天我们在美国 我们所在的美国 这个环境里面 有没有是哪些人 会反对基督教 跟反对基督徒的 或者你自己生活中 有遇到这些的反对 第二个问题就是 当你遇到这些反对的时候 你觉得神在哪里 基本在我们觉得 自由民主的美国 也有可能 因为为耶稣做见证 而丢工作 有可能会面对这样的 一个危险跟反对 最重要的是 不管你刚才讲的 就是即便是在美国 也有这种 应该是在网路上 你觉得你有言论的自由 但是别人还是会有 对你的言论会批评 或是甚至一些的 绩效 或是一些的侮辱 那这个也是 也可能会 会遇见的反对 特别在现在的网路 网路的社会上面 是可能会遇到的 最重要的是 当你遇到这些的反对 或是威胁 你的工作 你的言论的自由 遇到这些威胁 跟反对的时候 你觉得那时候神在哪里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 能够帮助我们 能不能持续下去 说得很对 神都在那 他都在那里 在我们心里 其实神与我们同在 神并不是说 我们很风光的时候 神跟我同在 逼迫的时候 神就不在了 No 任何时候 神他都在那里 如果你心里边有神 不论你风光 或者是被逼迫 神都与你同在 是 这是他讲 水中火中 神都在那里 与我们同在 在那个 但以理他三个朋友 在火牙的时候 神就在他们当中 但是我要强调是 在苦难跟逼迫中的时候 神的同胀 最能够带给我们安慰 因为他保护我们 他知道我们所中了一切苦难 神说他在苦难中 神与他的子民一起 在一起 谢谢大家 我们进入到下一个 下一个就讲到说 为耶稣把握机会 在苦难中 不但让我们有个机会 去锻炼我们的勇气 锻炼我们对神的 同在的经历 同时也有个机会 是我们可以 更多的为耶稣做见证 首先我们请我们来注意到 刚刚这段经文 我们已经念过了 但是我请注意到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 如果我们记得不久之前 也是在面对工会的审判 耶稣在被工会审判的时候 彼得其实是在 外面那个大祭祀的院子 然后他在那里做了三件事情 应该算是一件事情 做了三次 他怎么样 他三次的否认耶稣 因为那是为什么他否认呢 因为他觉得被威胁 有时候你是不是跟耶稣一伙了 如果说是呢 就这样 一起抓进去 到里面一起跟耶稣一起被审了 他那时候很害怕 让他三次的否认耶稣 这里好像判若两人 这边讲到说 他被圣灵充满 很显然 在耶稣被审的时候 那时候他还没有被圣灵充满 那耶稣复活生天后 五元节降下圣灵后 彼得就变得好像不一样的 他面对同样的一批 当初逼迫耶稣 把耶稣定死罪的人 他大胆的去见证耶稣 说你们定死的耶稣已经死里复活了 而且能够让你们今天 现在看到这个生来缺对的人痊愈 这第一个我看到很不同的 第二是我们看到 彼得其实在 对圣灵充满五旬节之后 他起来每次做见证 每次讲道的时候 他都引用圣经的 我们如果回去看 都引用圣经的 这次他引用是诗篇118篇 第22节 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 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匠人是谁 就是他们现在面对的那些宗教领袖 那些工会的人 那他们所放弃所厌弃抛弃的 这个石头是谁 是指的耶稣 对 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就是这个房子 最重要的那块石头 他在讲道 你们所定死 所厌弃 所不要 耶稣要巴拿巴 这个耶稣呢 已经成为上帝拯救 不单是拯救以色列人 神的选民 也是拯救普圈下所有的人 的那一块石头 那块救恩的基石 所以这次我们看到 彼得改变 跟彼得引用圣经诗篇118篇 第22节这段经文 来为耶稣做见证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个就是 第一个 就是让彼得前后 判若两人的那个因素 就是圣灵的充满 被圣灵充满 那在马可福音13章的9到11节 那你们要谨慎 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 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 又为我的缘故 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 对他们做见证 然而福音必须 宣传给万民 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 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 到那时候赐给你们 什么话 你们就说什么 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 乃是圣灵 就是让我们看到 他们现在是不是被交给公会 还没被鞭打 那被威胁了 但是呢 他说你们不要害怕 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话 到时候会有话赐给你们 那是谁赐给他们的 很明显说是圣灵 所以这也是跟被圣灵充满 是彼得丹在这个情况下被圣灵充满 然后就说出这边话 是完全符合的 因为他被圣灵充满 圣灵就赐给他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还记得第一堂 伟利跟我们讲第一堂课说 谁会愿意为耶稣做见证 那那个见证 是什么见证呢 是见证耶稣的见证 那时候提到保会是圣灵 会让我们怎样 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 那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 所以为什么彼得在使徒行传 几乎每一次起来 讲道的时候都会引用到圣经 因为圣灵充满他 让他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话 耶稣所说的一些话 不是只有在他受难复活之前 那三年拜对门徒说的话而已 他记得他后来复活以后 四十天之久 跟门徒显现 把神国的道教给他们 然后把旧约从旧约中的摩西五经 还有先知书 还有诗篇 就是整个旧约都跟他们讲 说上面一切繁殖着我说的 都要应验 把旧约上中说 对耶稣的预言都跟他们讲过 所以也包括诗篇 一百一十八篇 二十二节这个 匠人所砌的石头 成了仿角的头块的石头 这个耶稣自己在 他生前也引用过 所以包括这个经文 还包括约尔书 之前才记得第二章 彼得在五旬节 那时候他引用的经文 都是耶稣跟他们教导过 而圣灵就让他们想起 耶稣所教导过他们 这些指他所说的预言 都要应验的那些部分 所以你就看到彼得 他几乎每一次 他的见证里面都充满了神的话 是因为圣灵会让他们想起 该说这些话 那个时候是最适合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圣灵不是只是给我们勇气 给我们有胆量 有能力而已 也给我们想起 耶稣所说的话 知道这句话最适合在这时候 做见证 他本身也赐给我们 做见证的内容 不但给我们做见证的勇气 胆量也给我们做见证的内容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来看下一个 所以我们来 在这边也稍微思考一下一个问题 当时的这个刚才讲的 工会是集的行政立法司法 是最高的权威 放在美国你就想象一下 你现在站在行政就是总统白宫 总统府白宫 然后立法就是国会参众 两院的国会 所有议会议员的面前 然后还有最后司法 就是最高大法官 七位大法官面前 你正在总统白宫总统 参众两院 所有的这个议员 还有七位大法官面前的时候 他们又有美国最大的权力 你会选择什么 证图他 他们没有选择屈服 你觉得他们到底哪来的胆 谁借给他们的胆 能够敢这样做 那另外的是把这个 如果apply在你自己身上的话 你觉得如果你有一天可能 类似像这个使徒们 面对这样的情况 好像站在光会前的时候 你会怎么回应呢 好 那你现在可以为这个机会 做哪些预备呢 刚才讲 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然后神与我们同在 在这个受苦难中 逼迫中同在 从圣灵 以及就是跟神来了 也让我勾起一些回忆 就是我想到 他刚才讲什么28年 26年 这些是真的 我自己知道就是王明道 他被关了将近应该是50年 整个大半辈子就被关 然后他出来 他的见证就是 他每天没有圣经怎么灵修 全部都是也是凭在脑海中 里面对圣经的记忆 记得哪一些经文拿出来 然后背诵出来 然后也用那个 成为他的灵修 也可以成为他那一天 面对他 那一天面对他一切的 那个力量 我们现在可以做的 预备有一个就是 熟读上帝的话 熟读上帝的话 因为刚才记得 圣灵让我们响起 不是凭空跑出来 是响起 对吗 他曾经在我的脑海里面过 在那个时候响起 所以平常我们要把 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 读进去 到越需要的时候 圣灵会让我们响起 所以这是很重要 我们要依靠圣灵 但是我们平常也要读圣经 神的话跟神的灵 是我们非常重要 我这边很简单 做一个我自己的见证 我是没有在 公会前的经历 但是我面对权威的经历 我记得我在部队里面 当御官的时候 一年碰到春节 这个指挥官 在那个营地里面 最高的那个 要带领所有的官兵 要上乡 要记住 然后我就一直在挣扎 我要不要跟着做 我就祷告 然后我就跑去找长官 我实际上说 我是个基督徒 可不可以容许我在 那一天 就是带领所有官兵 上乡 记住的时候 我不要 我就是在那边 静默 我很尊敬这个仪式 但是我可不可以 不要像你们这样的参与 你们可以 因为我自己有宗教的关系 那我本来 以为会被指挥官骂的 但是很感恩是上帝也保守我 指挥官他就知道了 他说好 那你就是 就这样子 我知道了 但是你也不要就是张扬 反正就是自己 自己怎么做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一个经验 觉得面对权柄的时候 我们要有勇气 也要抓住这个机会 去为自己的信仰来做见证 第三个我们来看到 刚刚讲到就是 这个机会给我们 机会锻炼我们的胆量 也给我们有机会去经历神 抓住这个机会 去为耶稣做见证 但是不代表没有代价 第一个代价就是 公会就商讨以后 就觉得说 他们这样的很恶劣的影响 在百姓当中 所以禁止他们 我们看这中文 好像很简单两个字 但你要知道 他们已经是 行政立法司法的最高单位了 他的禁止 其实是一个禁令来的 是一个等同法律的 一样的这样的效率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再违反 我就用这条禁令来办你了 就是今天如果政府下令说 所有人不准信耶稣 这是个禁令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回应呢 他们的回应说 听从你们 不听从神 这在神面前 合不合理 你们自己着凉吧 他们选择中心 他们选择不听从人 而听从神 他们就愿意为这个中心 付代价 这代价很可能就是 他们步上耶稣的后尘 可能面对死亡的 这样的威胁 后面的使徒行传的经文 我们会继续来看到 但是即便如此 这样的见证 为耶稣的中心是值得的 怎么说呢 我们看到 整段的这段经文 有几个地方 第一个是 他们看出彼得跟约翰的胆量 所以是这些工会 这些当权者 这些首领 他们认出 这些是耶稣的门徒 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然后21节 你们看到百姓 百姓的见证 百姓认出 彼得跟约翰所行的神迹 神迹其事 他们把荣耀归给神 所以他们认出 这个神迹在哪里来的 上帝做的 是神来的 所以你看不管是从 逼迫他们的长官 还是幸福他们的百姓 他们都接受这个见证 这是第一个值得的 即便碰到逼迫 仍然要忠心的见证是 逼迫你的人 还有你做见证的人 他们会收到 他们会看见 他们会把荣耀归给神 第二是你看到的是 那些逼迫他们的人 无话可搏 因为明显的一个成绩 这个人又是40多岁了 生来绝对的 40多年来 大家都看到他是绝对的 不会说你就是请一个演员 给你演一场戏 不可能吧 40多年大家都看到他全对 这无话可搏 然后还想不出法子 行吗他们 我想如果我当时那些 手电官祭司跟 杀肚盖人 他真的心里面很窝火 很想要给这两个人好看 可是想不出什么办法 也无话可搏 只能用恐吓的 只能吓吓他们 这其实就让他们看到 忠心为耶稣这件事是值得的 因为不管是逼迫你的人 还是你所见证的对象 他们都无话可搏 他们会看见这个见证 是真的是从神而来的 甚至那些接受的人 他们会把荣耀来归给神 那后面呢 他们释放了以后 他们恐吓以后 他们释放他们 他们就在到会友那里去 把这些告诉他们 然后整个会友 整个教会就一起祷告 来向神来 祝告说 他们恐吓我们 但是求你见证 一面叫你的仆人 大放胆量讲你的道 一面伸出你的手来 医治疾病 使这个神迹奇事 以你圣补耶稣的名 行出来 然后他们祷告完了 地就震动 他们就又被圣灵充满 然后又继续放胆 讲认神的道 你们看到这个循环 他们首先被圣灵充满 放胆为耶稣做见证 见证完以后 虽然被逼迫被威胁 但是他们再向神祷告 上帝就再赐下圣灵给他们 还有耶稣民有带助 要在医治 还要放胆 讲认神的道 这就成为一个良性的循环 这也是我们今天 我们家会需要的 是不断地在 做耶稣做见证当中 有这个良性的循环 所以做耶稣做见证是指的 是因为上帝会再用圣灵 继续地充满我们 继续加力量给我们 继续给我们胆量 甚至继续行神机来证明 我们所传的道 真的是真实的是真理 所以这就是 为耶稣做见证是值得的 虽然是要付代价 但是是值得的 我们来最后的思考的问题 在苦难 在逼迫当中 有些人可能只是单纯地感到痛苦 但是却有些人 他们的信心成长 他们的胆量成长 他们对神的精力成长 然后他们更有胆量 去为耶稣做见证了 那就是要想 我们是要去成为哪一种人 就让我想到 曾经有一个比喻说 火车过隧道 火车过隧道的时候 有人就是觉得 全部都看不到 好黑好黑 就觉得很无奈 很无奈在那边等 等这个火车出了隧道 可是有的人 是在那边养精蓄锐 等待重见光明的时候 他可以做更好的预备 我们要愿意成为哪一种人 愿意让苦难跟逼迫 只是让我们感觉痛苦无奈 还是我们愿意让苦难跟逼迫 使我们为耶稣的胆量 为耶稣做见证的忠心 也成长的人 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去思考 第二就是我们会选择什么 我们会遇到困难逼迫的时候 我们的选择会是什么 我们会怎么样的仰望上帝 我们又愿意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呢 换问题问法 我想大家都很愿意成为成长的人 对但是问题就是你会感觉 好像代价好像很大 不知道自己付不付得起 会不会有这种担心 可能会有这种担心说 那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代价 我会不会付不起 或是我很不愿意付 在美国我们可能最多付出的代价 就是失去一群的朋友 对不对 我们因为宗教的缘故 不会说真的是被关起来 那在别的国家 这个就不同了 在可能一些家里面有不同的信仰 我们就打个鼻 说是国家什么的话 他所受到的 不是说逼迫 我们就说压力那就不同了 会被父母的抛弃 说我们家里就是拜佛的 你就是信耶稣 他就是会逼着你去跟着家里的信仰 所以是比较不同的 在美国我在想 我们说不出 可以说是什么叫做 逼迫圣经里面的逼迫来的了 所以是这个代价是蛮不同的 我们每个人所承担的也是不同的 这个成长也是一步一步的建立上来 在不同地区 像中国他们说 大家可能比我们大太多了 但是还是有这些人 忠心的愿意去代价 也去福音 可以从原本在中国 可能是很少数人 到现在可以成千上万的 他们可以听见福音 这些付代价的人也是功不可没 那我们愿不愿意也是 我们受的代价算是很小 重点是我们愿不愿意 去开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去很注意这个问题 然后很敏锐这个问题 让我们能够不但看见人的需要 我们也看见我们愿意 为信仰付上代价 去即便被反对跟逼迫 那这会成为一个更美好的见证 那我们今天就来复习一下 我们讲了三件事情 第一个 预备为这个信仰迎接反对 不是抱着一个好像能闪折闪 而是主动迎上去说 既然要来来吧 反对反而可以增加 我为耶稣做见证的勇气 反对反而可以给我有机会 去依靠圣灵大人 来忠心为耶稣做见证 然后为耶稣做真正 这个忠心的代价 是值得的 在这种积极正面的态度 去面对 可能因为我们的信仰 遭受到的 不管是歧视 逼迫或是冷嘲热讽 或者刚刚伟弟讲的 可能我们会失去一些 人际上的关系 甚至会感觉到被孤立 孤决的孤单 但我们愿不愿意付这些的代价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祷告 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 充满我们 让我们 如果遇到反对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勇气 并且把握机会 为耶稣做见证 而这样的见证 最后会成就他荣耀的工作 我觉得是非常美好的 好 来 祷告 阿爸父神 我们感谢你 透过今天这段经文 我虽然看到 面对苦难 跟面对逼迫 的确是一件 令我们不舒服 而且甚至有时候 会令我们恐惧的事情 但是我们感谢你 在苦难逼迫当中 你与我们同在 而且你赐给我们胆量 你透过圣灵来充满我们 来赐给我们胆量 跟忠心 以至于我们可以 把握机会地 继续为你来做见证 所以求你 使用我们这样的 在你面前 忠心的见证 可以承受那几重永远 无比荣耀的救恩的工作 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带领我们接下来这一周 能够在圣灵的带领 跟充满之下 能够抓住机会 来勇敢地为你做见证 即便在遇到反对 跟别人不认同的时候 原来能够忠心地如此去做 祷告祈求 奉好耶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